於從美國貿易戰開打以來 所做出的應對措施不但沒有效果 還造成中國經濟的不穩定 總理李克強13號坦誠 今年就業壓力大 他只是要守住不發生大規模失業的底線 和防止出現大規模的返鄉潮 評論認為 中共經濟維穩已經失效 必走上崩解之路 中共總理李克強13號在北京召開的 《有關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創業電視電話會議》中坦誠 今年就業壓力仍然較大 尤其是高校畢業生人數再創新高 影響穩定就業的因素也較多 而面對十分嚴峻的形勢 要守住不發生大規模失業的底線 他要求勞務輸入省份 要儘可能把失業人員留在當地 防止出現大規模返鄉潮 也拿不出解決的良方 所以只能以這種強制的這種方式 來暫時的控制住失業人群不出亂子 對此 網民也看出 所謂警惕農民返鄉潮 控制失業 開拓就業 就是中共當局終於承認 農民返鄉不是什麼創業 也等於承認有大批企業關門 和有大量人員失業的現實 也就等於承認了美中貿易戰 給中國經濟帶來的致命打擊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分析說 李克強此番言論清楚的說明了 中共經濟維穩已經無法發揮效應 同時 中共的決策層 目前可能還沒打算 要認真地和美國進行貿易談判 唐靖遠說 從中共的股市暴跌 國家對救市到外資撤離 產業鏈轉移可知 作為中共經濟維穩指標的六個穩定 已經無法起作用了 再加上最近中國貿易出口遭到關稅重瘡 這種相互疊加的關係 影響了大陸的就業形勢 對於中共要求勞務輸入省份 為防止出現大規模反鄉潮 把失業人員留在當地的防堵措施 唐靖遠認為 中共這樣做的主要目的 是想利用發達省份城市所具備的社會監控系統 把潛在的不穩定因素控制住 儘量的延緩社會動盪的爆發 並想通過這種拖延的方式 等待貿易戰出現轉機 投荒 其實是一樣的思維 《台灣自由時報》報導 北京財庫業者龍舟經濟分析師 Eman Tsui表示 針對中國超過37萬家 大型企業的官方調查顯示 截至2018年11月為止 中國就業人數在一年內 便減少約280萬人 而根據瑞士銀行估計 受美中貿易戰影響 中國出口相關產業的潛在失業人口 恐高達150萬 德國智庫莫卡托中國研究中心 在最新發表的分析報告中指出 2019年對於中國來說 會是無比困難的一年 如果今年美中貿易談判沒有進展 中國巨大的出口產業 就會遭遇重瘡 直接導致大量人口失業 目前的狀況對於中國領導層而言 十分嚴峻 中共當局必定會盡一切辦法 穩定就業市場 因為失業率的增加 會導致社會動盪 網友微博留言指出 中國國內出現4條重磅消息 包括1.中共準備好全面應對美國 2.中共發布反制美的措施 3.北京發布糧油供應應急預案 4.李克強要求守住不發生大規模失業的底線 可惜的很 微信朋友圈大都在轉發1、2條 而忽略3、4條 老百姓還在做著中國夢 卻不知道自己被出賣了